我覺得每一個人當然 自己的狀況跟家庭背景 都不一樣 follow自己內心的聲音的同時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為自己的選擇作者 如果你願意多一點多跟他稍微講一下 其實這個事情就沒有人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他想要 他走完之後就要離婚 走完要離婚 不要給圖姊他不知道 哈囉哈囉 是滾滾 好我覺得就是這是我最特別的訪談了 就是你邊撿垃圾然後我邊訪問你 好的 我想要問你為什麼想要徒步環島 因為我心情不好我覺得生活過得很糟糕 然後沒有很好的轉環的方式 所以想說 就人家不是都說 要走出來走出來嗎 那就鞋子穿一穿就走出去啊 我是做旅遊業 我在旅行賽裡面做 其實我做蠻多的 因為我之前有做導遊領隊 然後有做行銷 然後我自己副業又是婚禮主持人 對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接觸人的嘛 然後疫情一來的時候 所有一切停擺 然後不誇張就是整個月斷催啊 我覺得有點憂鬱吧 然後後來一直都覺得 嗯我還蠻有自信我應該算不錯的吧 蠻有魅力 蠻有才能的人 結果後來發現 你的工作也沒了 然後呢 家人又有一點點催婚 就是說 欸你這個年紀也到了啊 你也應該要結婚啊幹嘛 然後你就瞬間覺得 自己是不是很沒有社會價值 就陷入一個極大的迷思 我那一年環島的時候也超多人是在旅行社 然後失業 啊 就2020年 所以很多很多這樣子的人 我跟你說 後來我是這樣的想法 嗯 當我開始走出去的時候 因為我畢竟是 也是要穿得光鮮亮麗的 所以也不太可能跟人家講說 什麼我過得多差啊或什麼的 那就變成要活出一種形象 在大家面前是還蠻正向的 可是當我出去之後 開始心比較放開 開始會 蜜那些朋友 或是我走到那個某個點 認識一個陌生人 掏心掏肺之後 開始跟他講我自己比較脆弱 比較不堪的時候 其實就會發現 也沒什麼 對啊 對 打比方人家 我如果 家人一直跟我催婚 然後我遇到一個 就是剛離婚解脫很happy的 你就覺得 嗯 好像 好險我沒結 就是有一點 就是沒有他 他也不會說就是不要 將就 你想清楚了再說 不然後面 假麻煩欸這樣 然後聽一聽都會覺得 喔好像也是喔 然後心情就好一點 這支影片是不是不要給爸媽看到 沒有這支影片不要讓 給剛結婚的人看到 而且還是要相信愛情還是要結婚 因為我是婚禮主持人 我會餓死好不好 大家都要結婚喔 我想要問你就是 你最長的那一天 是走46公里那一天嗎 46 47 47 47那天 是從哪裡走到哪裡啊 有瑞穗啊 然後到花蓮市 因為我是連續兩天走47公里 不累嗎 好像還好欸 就可以走就繼續走啊 不太 沒有到真的會累 因為走過白沙屯媽祖的靜香 環島那個還好 真的啦 來走一下你就知道了 環島算什麼 我知道靜香很辛苦 能夠走進香的人都可以去徒步環島 絕對 我都這樣跟他們講 因為環島是 你想走多少 就走多少很輕鬆嘛 可是如果你要跟著媽祖走的話 你只要聽到羅聲 你可能就會整個人肅然起敬的聲音 所以那個緊繃程度是有的 所以你是都是每天走到哪裡 就睡到哪裡 你沒有先預計 我幾乎都是下午三點之後 才知道我接下來的腳程 然後再繼續決定睡到哪裡這樣 但是當然會避開六日啦 因為那時候比較旺嘛 對 可能就會找不到地方住 我們來聊聊成家立業 被社會框架住 跟被父母的期待綁架 這三點 你應該很有感受吧 有點悶 反正這邊沒有人 我這樣講你們比較聽得到 那先父母的期待好了 你也有去發哥那邊嗎 對 我覺得在那邊有得到一些東西啦 就是因為發哥說 他們不是說一定要去 勒索你或是什麼 而是他們以前那個時代跟現在不一樣 你如果跟他講說你是做什麼行銷啊 做網路啊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這個行業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其實更多的是擔心 未知擔心 發哥問我說 你有沒有跟你爸爸聊過 我說沒有 我跟他聊不來 他說那對啊 那他更未知更擔心 所以如果你願意 多一點 多跟他稍微講一下 其實這個事情就沒有了 那的確 我在回來之後 有稍微 心帶放軟一點 跟他好好的聊一下 所以這個東西 無形中就好像有點 稍微化解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他們未知 那你自己先 試著溝通吧 因為畢竟我才30歲 我可能可以理解溝通 他沒辦法 那我可能就要先做 對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就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繼續下一題 社會框架 這個真的蠻尷尬的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 去跟人家說 我自己的案例 走這樣的路就多成功 譬如說我去還黨 然後我就辭職 那我不能鼓勵別人這麼做 這個事情我自己做 我扛得住 就是如果不成功 我自己負擔得起 可是萬一我叫別人做 結果他 可能為了他的夢想 或是什麼的 跟家人鬧翻 然後把自己工作失掉 結果最後 一場空 我也要負一點責任 所以 我不太會去跟人家講這個 我只能說 就是一定要思考的蠻清楚的 那你如果 已經 心裡有定論了 你就不要再猶豫 真的要為自己負責 不要說好像自己做了之後再怨天怨地這樣 我覺得每一個人當然 自己的狀況跟家庭的背景 都不一樣 Follow自己內心的聲音的同時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我想要問你 就是你之前有跟我說 你有導遊執照 是 那你有考慮要 帶人家出團 徒步環島 或者是去徒步旅行嗎 欸 你這樣講好像可以耶 對啊 喔我可以耶 因為我一直不斷被問 然後我就覺得 我又沒有執照 我不想要 因為很容易啊 欸我們可以一起啊 對 因為現在要衝不出國之前 對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呢 就說你不會說你是我們朋友 就好了 你又不用有導遊執照 不是 但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沒出事就沒關係 對 有出事就兜你的事 對 那我其實 你這樣講我才突然有想到好像可以 因為之前的話都會想說 那就再把我一些海岸線的路段 再希望再去走一走 補一補 然後可以找一些朋友 可是我又非常擔心找到一些 很負能量的人 你知道有負能量走一騎 是很影響你自己的 但是你這樣講的話 如果把它企劃好一點的話 好像可以把它當做一個女神 帶大家體驗這樣 但是我原本 我確實有想過一個 就是 因為我自己都有在拜媽祖 因為 我自己是很喜歡 研究一些人物的歷史啊 或是什麼 我唯一還沒有去的就是 魅州 所以我其實是有想要帶著 我認識的朋友去魅州 去媽祖廟 然後 了解一下他的歷史啊 因為連我自己都沒去過 你這樣講好像可以 做個完整的企劃 對對對對對 然後大家就可以 有時 這一段有時間 有空就可以再參與 對 因為有蠻多人跟我講說 他們想去徒步環島 但他們沒辦法去 其實我覺得 就是因為你把這個門檻射得很高 你覺得說 我一次就要去走 兩個月 然後我要把工作死掉 然後我要接受家人一樣的眼光 然後我要做什麼狀況這樣子 但我相信真的 趴到路上有 可能八成以上的人 都是沒有想太多 就是 就是 真的就是走 然後你不要把它想得這麼難 因為 真的說老實話 大不了就是回家而已 對 總規矩啦 我覺得就量力而為 因為有些人真的 搞不好他很厲害 他可以一直走 他有些人 他散散步半個小時 他就體力就差不多 而且他可能散散步半個小時 他整個也很開心了 那這樣就好啦 開心就好了 對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光說不變 就是你先去試試看 你試了 你才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歡 不喜歡也沒關係 至少你知道了 然後你如果真的知道 你自己很喜歡的話 那你接下來要規劃更長的 或是你就要出去走完一整圈 那這樣都不會是問題 只要你喜歡 一切都不會是問題 對 對 你自己覺得你這樣子 整趟走完下來 之後跟出發之前 你原本心情是很當的嗎 你覺得有什麼樣子的狀態 首先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的準金鐘獎主持人圖姐 廣播金鐘獎主持人圖姐 他在電台訪問的時候 問過一句話 他說 你覺得走的路途中 有什麼樣很難過的事情 這樣 我那時候想了一下 真的這問題很難 因為沒有 因為我覺得最差的都是在走出去之前 一走出去之後 哪有什麼不開心的 所有的一切都很開心 走到很累我也很開心 所以你說 有什麼差別嗎 第一個當然是心情上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沒有任何的抱怨 或者是負面 第二個的話 就像我剛剛其實有跟你聊 回來有沒有什麼轉變 很多人也問說 有沒有想通啦 有沒有收穫很多 我說沒有 不好的東西 它一樣會繼續的發生 生活不會因為你環島 就是飛黃騰達平步青雲 可是我覺得會多了一股勇氣 就是你自己回想到 我走太馬里那一段走的 天很暗 然後下大雨我還是 對你那一段真的是天氣有夠暗 就是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嚇到的 就是我現在回想起來 會怕餒 就是你會覺得 天啊幹什麼東西 很危險耶 但是沒辦法嘛 你就已經走到那邊了 你還是要很勇敢的 繼續走下去啊 那或者是走梳花的時候 前兩天才有落石 雜到人而已 可是那個當下 你還是得走 你已經走到那裡了 那你就會回歸到現在的生活 就是還是一樣差啊 還是一堆糟糕的事情啊 那你還是得走啊 那你就會比較有勇氣說 開玩笑 我可是走過環島的人耶 還有什麼可以難倒我的 對 要不然你去走看看啊 我比你厲害好不好 然後你會有一點點鼓舞自己 就是 啊就這樣啊 我 我可以過的啦 繼續走下去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轉念是 是說 你很快的可以再 幫自己加油打氣 你之前不是就有問過我 初出的問數 對 那你現在目前進度怎麼樣 沒有進度 因為我正在走白沙屯 然後我每天 沒日沒夜的在撿垃圾 撿到我完全沒有看到媽祖 所以那你走完白沙屯 你真的覺得你 你有想要初出嗎 走完白沙屯想要初出嗎 我不如我出一本 我走白沙屯五年的經驗譚好了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五年的經驗譚可以寫七八萬字是嗎 我覺得可以 我告訴你 那可不得了了 我隨便講一個就好了 我全年遇到的一個姐姐 她坐在路邊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她想要 她走完之後就要離婚 走完要離婚 對對對 別要給圖姊他們知道了 我想說走完的時候 不是應該得到媽祖的這個庇佑 跟這個祝福之後 應該會過得更幸福美滿 她說沒有 因為她有一些就是 因為就是跟老公已經結婚兩年了 然後一直想要 有小孩但是都沒有 服務家對她很好 只是她覺得自己也有點 抱歉 沒有辦法生一個小孩這樣 那時候就很難過 那最後就一直覺得 不然也不要浪費老公時間好了 所以她那一趟 她是心情很差的 結果她走走走 我就跟她沿路這樣聊聊聊 然後走回拱天宮 白沙屯拱天宮之後 她就拍我的肩膀說 欸滾滾我決定 不離婚了 我決定要跟 我的老公好好在聊一聊 好好溝通這樣 哭 就是流著眼淚很感動 然後覺得 她自己去走 她自己一個人走 對 她就是一個人走完 她就要離婚這樣 這個功課做完之後 她就決定要 割捨悲斷感情這樣 因為她真的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沒有辦法生出來 最後呢她就 然後在廟前這樣哭著跟我說 就是她決定不離婚了 因為她可能就是走完之後 有很多很多的 起發 心得內化啊什麼的 她決定要回去好好的溝通 大概過了兩個月之後 我在辦公室 我在上班的時候 然後我的電腦就跳出一個訊息 是一個超音波的照片 哇 然後我就嚇到 結果呢 現在那個小朋友 已經長大了 她叫可樂 超可愛 我下個月要去主持那個 她的小孩的滿月抓粥 哇 超可愛 真的超可愛 謝謝 謝謝 所以你說其實 有時候一念之差啦 謝謝 你這樣子 不是說好像走完 這個進鄉的路 你就一定會怎麼樣 只是說 走完你可能比較放鬆一點 有一些不同的心得 所以如果滾滾有促促的話 大家多多支持好嗎 麻煩你們 她身上就是也是故事滿滿 看她影片就知道了 看我的臉就知道我充滿故事 對 然後非常感謝你就是 不只來走白沙屯 然後還一邊走一邊 為大家撿垃圾 真的 就是為這個環境盡一奔利 是 然後 希望繼續支持 我跟Joey是 這麼樣 認真努力創作影片的人 會的會的 只要努力 至少有一天會被看見 趕快 鄭重的點個頭 好 好啦 謝謝滾滾 拜拜 下次再見了 拜拜 想要跟你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Youtube會員頻道 終於開通了 真的是非常謝謝每一個來觀看的人 因為如果沒有你們繼續觀看 我可能沒有動力再繼續剪片拍片下去 那其實這樣子的分享呢 非常非常的需要你實質的支持 所以我的頻道會員總共有分成三個等級 可以用你覺得最舒服的方式去選擇 每一個等級呢 都有他們相對應的福利 至於要怎麼加入呢 你可以點到我的主頁 訂閱鍵的旁邊有一個加入鍵 點進去之後選擇你想要的會員等級 再輸入你的信用卡號 你就可以輕鬆的成為就是愛旅行的頻道專屬會員囉 全部都會生 Memorial